昨天咱们说到83岁的黄大娘一生坎坷 先后嫁了三任丈夫 三任丈夫都先塌而去了 养育了六儿三女九个孩子 可是养老却遇到了难亭 找二儿子二儿子避而不见 遇到二儿子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亲孙子 怎料话不投机孙子也扬长而去 大伙是左等右联系 终于见到了黄大娘的大孙子 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 命根子一露面又会给出什么样的说法呢 黄大娘一生辛劳 三次婚姻养育了六个儿子仨闺女 老了老了却遭到这样的待遇 那你为什么没去大儿子家呀 为什么不行啊 你就不要 本想着找到儿子说道说道 哪成想没找到儿子 亲手养大的孙子竟然这样说话 那你这样吗 你给你爸打个电话 电话在电话里工作不懂怎么样 黄大娘含辛如苦养大的儿子 亲手带大的孙子 这一家人为啥如此对待一位老人呢 这里到底有啥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我们还没等表达我们的想法时 黄大娘的大孙子 首先开始抱怨起自己父亲生活条件的不如意 记者马上扭转方向 替老人说出了他的想法 我爸我爸六十三十四 其实整个港前 我妈他一只眼 那只眼是二超的 成天吃药 我不知道老太也知道 他老太就说了 说你家里 年轻的时候都有病 咋咋的事谁不知道 我爸现在有外在都为我还 他那个刚才他跟我们讲的 你呢 他所说为什么要找你那叫二叔吧 是不是 因为你二叔欠他的钱 因为你二叔有他的地 这么多长时间不管他 他要的是这个 为什么我单独要找他呢 为什么不能把你们大家 先聚到一起的原因在这 是你哪提出这个要求 这是一个 第二个原因就是下一步要想解决的 就是这个赡养问题 你把前妻这个工作给他做完了 老人这个钱或者是地怎么办了 对不对 然后咱们再说下一步 可是黄大娘的大孙子还是觉得 老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赡养费 更是提出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 老谁的一方 老刘一方 对不对 你几个女几个儿子找到一起 你管找到我们小辈子 你说我们 我们担着 我跟你说一难听话 最难听的话 现在假如说我去了 我二叔的话 跟那跟我弟那话 你说我往下的关系 我怎么 我怎么处 没有啥不能处的呀 你们都为了你哪 什么叫处不处 他不是说为了解释 上人儿下人女的 那你说我咋解释 我根本没说你让解释这事 你就是说让他上这来一趟 我们跟他谈 你就说你哪找他 不行 我想他了 咱别说别的 那不可能的事 豆包踩一脚 感觉这也不是啥好饼呀 大孙子一提起 赡养奶奶的事 咱们这一听 这话里话外 没啥好气 总结起来就是两样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把脑子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这也太不像话了 这才拿到哪呀 更不像话的还在后边呢 只要你把你爸找了 这老太太就想见着俩子 他就这点心愿 这有啥不能完成的呀 这难吗 那你们找去吧 你找你爸难吗 我不难 那你不难就找来呗 把你爸请来吧 好不好 请请来吧 就我跟你说你那样听话 老头到这边肯定又吵起来 我去告诉你 跟谁吵啊 跟我们吵啊 他还是跟你奶吵啊 他不肯定跟老太太也吵 那他跟我吵啊 那老头说话这难听问题 你不知道他 不是他难得跟谁吵 我们是来解决你家问题的 我们怎么还 还得上这儿来干账来了 他儿子啊 不是见不着 哪天不见 他说多少时间都没见着了 他说你爸就在这跟着 上一次是什么 前后来五十米啊 对啊 但是他去了 你爸都不理他 什么又拿西瓜 你看那话说太多了 那边吃西瓜 又是买什么东西 都他都看不见 都道的话就像不认识他似的 那他这老人的心情 你得了解他 还没等即使的话说完 黄大宁的大孙子 蹭的站了起来 冲着自己的亲奶奶 大声质问了起来 你哪就说你爸离他就这么近 也不过来瞅一瞅他 你别说啊 你这么做不老 我什么事啊 你越找谁找谁 你老太太太没良心 我告诉你 怎么怎么样啊 随便 你越咋咋咋咋咋 行 你越咋咋咋 我请问你 话行吗 我请问你 你请问吧 我请问说了 这老太太 我虽然是四孙不假 我可看可不看的 我说啊 八十多岁的人 跪台跪节我来 经常有病我来 他说了你对他不错 我没成想你整出 小孙子有去无回 大孙子只有一走了之 大儿子二儿子又避而不见 面对这样的情况 黄大宁的情绪 再也无法控制了 一个八十三岁高龄的老人 一个三婚三嫁的女人 一个辛辛苦苦 养大了九个孩子的女人 一个从没有被生活压垮的老人 此时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别哭了 你这还有这么多孩子 就那一个不孝心 这么多不都挺好吗 就是都挺好 就是我想的 现在就不能想那些了 你都这个年龄了 你就怎么高兴怎么活着吧 黄大娘跟第一任丈夫 一共有三个儿子 其实黄大娘也并非是存心 和这三个儿子过不去 因为他们的两个亲妹妹 以及黄大娘跟第二任丈夫 刘老汉所生育的 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每年都会按月给老人付山养费 一分都没有差过 只不过是老人实在是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的亲骨肉 竟然连基本的孝道都不尽 甚至连面都见不上一面呢 她确实是心有不甘呢 老猫房上睡一倍传一倍 咱们看到了大孙子和小孙子的所言所行 其实也就明白了 黄大娘大儿子二儿子 以往对老娘是什么样 说实话挺替大娘含心的 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 真较真的话呢 他们耍赖也不好使 此情此景真是让黄大娘很伤心 这个时候一直陪在老人身边 小女儿的儿子 也就是黄大娘的外孙子 实在按捺不住了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说话是有点发怒 已经是过气的 我两家不管怎么 他们谁对我老咋样 我还对我老 还怎么记消息 对对对 就是他们两家不管怎么走 以后我还得找他们这两家 话我就说这 你就是说今后 你还得对你老像以前那样 我现在我 本来我就没做回心事 我始终对我老还是一个好 就不管他们儿子管不管 你这个外孙子 对 一定要做到位 和以前一样对你老 是不是 对对 那就是说让你老放心 没有人管你 外孙子也要管你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老人的外孙还是十分孝敬的 他也答应我们 会照顾好自己的姥姥 即使我们无法联系上 老人的大儿子 二儿子和三儿子 有了外孙子 也是老人小女儿的 这份沉甸甸的承诺 老人接下来的晚年生活 相信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最后 我们和黄大娘的外孙 一同来到了当地村委会 希望在村委会的帮助下 能够继续达成老人的心愿 通过你们来以后 进这个市民的情况 我才知道 过去不知道 这个花雅正老人 也不是我孙孙的 但是通过这个事情 做我们孙孙的村主任也好 村官也好 我们会显卡 积极地主动地 去找到他的儿女 我们尽可能要做我们的工作 争取让他们家庭能够和睦 能够达到善老人的目的 让老人度过一个安静的万年 以前都八十多岁的人了 就是通过这个小小的这个渠道 找他们家人 在众人的劝输和宽慰下 黄大娘的情绪稳定了许多 毕竟自己大多数的儿女 都很孝敬自己 她也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了 然而 就在我们即将和老人分开的时候 老人突然提出了一个请求 她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 跟大儿子说上几句话 让亲妈如此伤心 这就是没有尽到孝心 大儿子二儿子也可能有自己的理由 自己的难处 自己的想法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有话你得跟老妈当面说 你连面都不见 这就说不过去了 十颗狼跳稿 这不过分吗 别的儿女都会拿钱赡养 其实呢也并不是说差钱 这么来找大儿子二儿子 差的是事 差的是情 是对老大老二的韩心 也是希望能够唤醒两个儿子 内心中的亲情 甚至说是人性 可别让别人戳几两骨 那兔兔们星的了 咱们也希望大娘的两个儿子 能够有所醒悟 孝道是天理人伦 是人之常情 更是法定的义务 咱们也希望老人家的一句 妈想你了 能够唤醒更多糊涂的儿女 能让更多的天下父母 平安度春秋